在夏天的北海道之旅中 胖狗花最多心力预定的 就是这家木屋型旅馆 Lock Hotel Larch 这家旅馆位于南富两眼的金山湖旁边 很多人喜欢在这里露营 哈哈露营这么累的事情 胖狗是不会干的啦 十年前胖狗来北海道旅行时 曾经住过这里 在这里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所以这次就带一大家子来这里住一晚 这间旅馆分成两种房型 一种是与主屋餐厅连接的旅馆洞 另一种是一间间独立的小木屋 可以容纳比较多的人数 还可以自吹 但不论哪一种房型都很抢手 如果是夏天 至少得半年前预定才抢得到房间 房间有上下两层 楼下是客厅 如果人数多 沙发可以变成沙发床 再增加一两个人 楼上是睡房 这是胖狗帮姐姐一家订的三人房 这是胖狗住的两人房 罗天宾 嗨 嗨 嗨 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阳台 可以看见外面一大片落叶松 房间少 环境清幽 价格适中 难怪这间旅馆人气超高 事实上 Lok Hotel Lodge是一间公营旅馆 但是餐点做得并不马虎 西式的晚餐 前菜像是一幅画 每道菜看起来都很精致 为什么来个酥皮汤呢 为什么里面的酥皮汤 是红色的呢 不是酥皮汤都是奶油汤吗 原来这个酥皮汤 不是那种没什么料的奶油汤 而是海鲜龙虾汤的口味 立刻把酥皮汤变得豪华起来 主菜是牛排 坦白说 这次吃到的餐点虽然还不错 但是与十年前胖狗第一次来的时候相比 虽然同样很精致 却觉得没有以前好吃 不知道是主厨坏人了 还是胖狗的嘴巴变挑剔了 不过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大家对于早餐的评价都很高 半自住室的早餐 有许多日式的小菜 还有很多不同的果汁 这是西式的早餐 看起来很丰盛 但是大家一致公认 日式的早餐更好吃 你看长腿妹与东坡肉两个人 吃得多认真啊 根本停不下来 其实胖狗会选择住这间旅馆 还有另一个理由 就是这片薰衣草田 虽然赴两眼有很多地方都有薰衣草 但是在湖边的薰衣草田 这是唯一的一个 金山湖风景秀丽 在这里欣赏薰衣草 是不是更浪漫呢 旅行就是要做一些蠢事 为了让林小卫留下难忘的回忆 胖狗阿姨要求她 在金山湖的薰衣草田旁 挑战高难度的动作 腿膝盖不要弯 我膝盖没有弯 这个没有弯 那你脸朝那边啊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很好很好很好 很好 可怜的林小卫辛苦了 果然有够纯的 funding 用核主 用核主 想 Hin